各位 家中遭遇了抢劫 您会怎么办呢 那还用问吗 第一时间肯定是报警 但是事情也不尽然 去年11月份 山西郊美集团董事长白培中的家中不幸遭遇了劫匪了 我们来认识一下 这位就是白培中 结果当时两名劫匪将白家的财物洗劫一空之后 还堂而皇之地开走了他们家的一辆奥迪车 事情发生之后 白某的妻子称 家里被抢了财物 只有三百万呢 只有三百万 我那儿房子 房子都搬走了都不值三百万 可是接下来有匿名邮件向媒体举报了 说白培中的家中被劫数千万的现金 并且劫匪认定了 这白培中不敢报案 这一连串的事情发生 看来此案就没那么简单了 果不其然 两天前 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此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确定白家被劫的财务金额是1078万 好家伙 而且纪委认定了 这其中有且只有84万是涉及了危机 这84万当中有白培中在参加公务活动当中 接受的馈赠等等 您明白了吗 纪委认定了 白家被抢的钱里面 这里边有900多万都是人家的合法的收入 这就奇怪了 既然你这900多万都是合法的 那为什么你只跟别人说我损失了300多万呢 事情查明之后 山西省纪委决定了 给予白培中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 而两名劫匪分别被判了死缓和无期徒刑 我想这两名劫匪肯定没有想到 我这抢个劫竟然落到这幅田地 乐观点来看 你这也算是为我国的反腐事业做了点贡献 我们来看四川在线对于这些事情是怎么说的 标题是 国企老总被劫千万元财物 终于完毕归照 是完毕归照吗 文中说 事情过去一年多了 真相竟然是劫范被重判了 这白总只是留党查看 这肯定让天下人不能服气 一个国企老总光是被劫一回就有上千万 那多劫几回不知道有多少钱 那有没有没被劫的呢 这没被劫的又有多少呢 这难道就不该公诸于众吗 这一系列问题我们不能回避 我们再来看京出网对这个事情的说法 标题是 国企老总加1078万劫案仍有重重疑点 我觉得也是这么回事 文中说了 既然被抢了财务当中 已经发现了有84万涉及了危机 那么没有被抢劫的财务当中 有没有涉及危机的呢 是否有必要进行一番大概的甄别呢 纪委工作的责任界限应该在哪里 是否应该由中央纪委来介入 或者说移交司法部门来调查呢 我相信这都是一些问题 我们也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尽快的 给我们公众一个答案 成绩了 或气 行